热念中的年轻人说 我们的交往是以婚姻为导向的交往 婚前同居可以减少婚后 因这性生活不协调而离婚 请问老师们怎么看婚前同居 那你就问他说 圣经里头有讲到这个样吗 是你自己要讲这个样子 还是自己想这样子 还是神跟你讲这样子 你如果自己想自己觉得好 自己觉得有道理 那圣经里头没有说也没有这样教 而且甚至教导的方法 根本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你倒是信神还信自己的欲望 我觉得这个要搞清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夫妻的肉体是互相相熟 对不对 所以这个信是婚姻之间的事情 如果是他们来要求主持婚礼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办 这个是传道人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这个调查里面 然后就会说 说有60%的牧师 他如果知道是这个 他要主持婚礼的 他60%他们会说 他们有点保留 认为他们不愿意为他们主持婚礼 可是问题又要实际的 那就是 那如果是这一对是 如果是他们是夫妻 不应该讲说 男跟女都想 又是得到教会的祝福 他们也有是想说 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那你要怎么办 这是从这个实际上面 那是不是叫他们要分开呢 分开多久 也牵涉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好 那你现在的年轻人 你要叫他去 好 你们分开来 你叫你回到你爸爸妈妈那边去 然后这个很实际的 或者是你们再回去 你要怎么样 到Airbnb就住几个月 所以这些都更复杂的 做牧师的 是不是要拿开来 然后坐下来 然后请你们坐下来 我把圣经打开来 你们两个 有没有任何的婚姻性行为 所以你要夺彻底 如果说我过在办公室的门口说 我不为同居的举行婚礼 有婚前性行为的请勿进入 那连教会都没有人了 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尝试用这个牧者的这个角度来面对 面对这个挑战 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从撒冷的国度里抽出来 那我们以前有办这个执亲 叫做Severen Hum 我跟以伦都有帮做这些执亲的事工 那当然有很多同居的 那后来有些就开始问说 同居应当不应当 我们说当然是不应当的 不过我没有去逼他们 也没有去责备他们 让他们自己接近神 然后有的就说 我已经跟他分开了 我说不可以同居的 然后有的就分手了 过去神学院 他都是叫你田 你有没有离过婚 你有没有同居过 这个就决定你 你会不会被录取神学院 将来有心想服事的 现在所有的神学院都把这个拿掉了 我圣经也讲一句话 我觉得很触动 我心就说 世上的恶事增多 爱心就减少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 世上的恶事增多 我们爱心一点不减少 还越来越增加 这个问题的本身 说想要试试看 大家合不合适 所以你就要想到你的婚姻 是为了什么的原因 跟你的陷入秩序 是有条件的认为 因为这个是适合才去结婚吗 所以这个你把 变成是你的婚姻的 很重要的要求吗 还是回到讲 尼老师说 圣经是怎么定义婚 圣经从来没有说 你要先试试看才决定的 所以只是一个妻子 有一个丈夫 一个丈夫就有一个妻子 而且就是尾身 以后我们的信 都是在婚姻里面的 所以这些就很清楚的 所以很容易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所以要价值观 先后次数 然后呢就说 是不是因为现在都 无论是教会的 还是不在教会的 都有反正有失事 离婚的 还是都有同居 还是什么 就把我们的标准降低 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我也 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又回到今天的主题了 有没有因为你犯的错 曾经有离婚 还是曾经有同居 你有没有知道是错的 像蒋宁老师说 我们在Servant Heart Ministry 有这样的例子 他们可能以前所谓 孤知者不醉 可能不知道不了解 不明白圣经的教导 信主了明白了 你真的有悔改了 忏悔了 改变了 那你可以来神学院 你可以有这个 继续的为你做 这个婚姻的评导 来证婚 这些都是要 清楚明白的 原则跟原则 黑白分明的 婚前的同居 会不会减少 这个婚后的离婚率 但是一个事实 是婚前同居 并没有减少 这个婚后离婚 所以这个动机 或者是这个借口 我们试试看 然后同居一段日子 看看我们 彼此配不配 这个完全是从这种 社会学家的那种调查里面 没有帮助